这就是小米猫砂最真实的效果 完整的体现了猫砂的包裹性 至于脚感好不好 那也只有我们家猫才知道了 养猫八个多月了 这也是第一次给我们家猫换小米砂 真的像小米一样 颗粒也比较小 养光猫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种小米砂怎么样呢 可以在视频上我们评论留言 以前都是用了那种大颗粒的 第一次用这种小米砂 感觉就像那种小砂子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图 大颗粒的是以前的猫砂 那种小颗粒的就是小米砂 感觉就是真的特别的细腻 之所以换这种小颗粒的 主要是我们家猫现在啊 不感觉那种大颗粒的 埋的不是太严实 反而是这种小颗粒的 包裹性稍微好一点 有时候裸露在猫砂外面嘛 总是有点异味 但是换上这种小米砂 效果好多了 确实是好多了 虽然说现在猫砂 都有很多出异味的功能 但是猫咪在家里面太安逸了 有时候也不想埋 或者是埋的不严实 说实话整个房间里面 还是有点异味的 这主要还是看猫砂的 一个包裹性怎么样 猫咪喜不喜欢我不知道 但是房间里面的异味 确实好多了 都说我们家这是傻猫 这两天还是有点小抑郁 不怎么爱搭理人 前两天爱打架嘛 被挨揍了 自己的猫砂培啊 也被新来的美短给霸占了 连续两天了 都拉在了地上 前两天索性把猫砂 全部给它换了 不然这味道真的是太杠了 猫砂嘛 本来就是一个消耗体 毕竟都是要每天要用的东西 有便宜的 肯定想要更便宜的 整体而言 这个小米的猫砂还是可以的 感觉比那种蓬润土的 大颗粒的少是好一点 还是值得推荐的 说说我们家这只傻猫 应该有八个多月大了 自从又领养了一只新的美短 这家我就瘦了不少 因为个头比较小 打架又打不过 以前都是在房间里面睡 现在也被赶到了客厅 就连腿也被咬伤了 都是感觉挺可怜的 虽然是一只普通的梨花猫 但是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陪伴 对于我来说 感谢观看